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在脸书为台湾世界展望会发声 邀请网友对终止儿童暴力 一同做出声援 不料却被网友质疑长相与以往不同 更称他像 塑胶人 让大S相当火达 并约脸书严重呵斥网络霸凌 并警告该网友 下次你会受到法律制裁 大S做公益一向不乐人后 自次为 终止儿童暴力 活动挺身而出 但却遭网友很酸 塑胶脸 更为指称太胖了应该再受一点 让大S在脸书暴气怒骂 全球十亿儿童正在承受不同形式的暴力 我身为大人都在为忽悠终止暴力的同时 被网络语言霸凌 请停止你的行为 别再给世界添乱了 下次你会受到法律制裁 此言一出随即引来大批拥护者 纷纷表示这种网络霸凌相当可恶 更有网友希望大S能率先对网友骂骂一事做出提告 让那些躲在荧幕后的网民受到法律制裁 也有不少网 有多大赞他当妈妈之后更加美丽 希望他不要为了酸言酸语而伤心 张杰唱歌崩溃落泪 与谢奈林观众曝光传婚变 昨晚在歌手的表演现场 张杰第一个出场唱歌 唱完田复真的你不要详细我后崩溃落泪 随后张杰与谢奈的离婚症 曝光被传婚变 不知道是不是与此事有关 昨晚歌手播出 张杰作为第一个出场歌手 选择翻唱了田复真的你不要详细我 张杰表示之所以选这首歌 是因为很有同感 在演唱完这首歌之后 张杰忍不住崩溃痛哭 伴着灯 光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眼泪一滴滴落下 而台下的音乐和火人李维加 也忍不住再次磨眼泪 两人双双落泪 或许各有各悲伤的理由 昨天一次张杰的小号曝光 里面的内容与平常展现给大家的张杰不太一样 微博里的内容悲观消极 而今晚播出的歌手中 张杰说选择田复真的这首歌是因为被打动了 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感觉被全世界都在切切嘲笑 我能有多骄傲 不堪一击 张杰 提到这句歌词时表示 我只是小镇初来爱音乐的小孩 因为站上了舞台获得了荣誉 获得了更好的生活 我也受到了一些评论 会让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伤害 有段时间的状态非常不肯定自己 觉得自己全身都是错 在台上唱歌的张杰 或许想到了过去遭受到的非议 唱完歌后忍不住崩溃痛哭 在灯光的照射下 能看到张杰的眼泪一滴滴地往下落 见到这一幕的音乐和火人李维加 也 是张杰的多年好友 他也忍不住不断地擦眼泪 近日来维加也多次因为落泪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两人双双落泪也是让粉丝们心疼不已 希望他们都能够走出不好的情绪之中 张杰杏那样的婚姻多次被离婚 两人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就各种不被看好 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当时湖南卫视的各种炒作 张杰和谢娜在2011年的时候 举办了婚礼 但是娱乐圈的好多名 星都参加了 看得出来谢娜张杰 在圈内人员还是不错的 结婚之后谢娜一直被怀孕 人家两口子不及 粉丝都急疯了 但是谢娜就是一直没怀上 这不现在网上都传两人离婚了 张杰谢娜离婚正曝光的事情 可是吓了不少人 张杰谢娜离婚正曝光的事情 是由一位自称为张杰谢娜好友的人爆出的 据说张杰谢娜两人已经秘密离婚 因为张杰不喜欢谢娜比自己大 而且谢娜和刘也之间一直有瓜葛 最大那爆点是当初结婚是谢娜逼的 谢娜管张杰太严了 相反结婚这么多年 谢娜一直没有怀孕 张家人都着急了 就在大家信以为真的时候 谢娜出来否认 表示大家想多了 谢娜